话说我这个deck的翻新过程都已经做了一半 首先我会再用清洁 然后我会把filler fill进去裂痕 然后把它打磨再清洗一次 这样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些过程 你可以参与我上一次的影片 下一步是什么呢 当然开始油油 油油其实简有都很有学问 究竟我犯了什么错 最后怎么去改正呢 在省日一周我会在星期四星期五 介绍西人超市唐人超市的特别特价 我也会不定期介绍一些餐厅和生活的小资讯 喜欢高达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模型频道 快齐高达 请你们订阅 点赞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我们都需要一些工具 将些sealer 将这些油油 塗上我们的deck 这个就是一个几个 tool 就是大概七寸 的pad painter 基本上它就一个pad 的海绵在下面 你沾了一些油 在上面在deck上面一推就已经搞定了 相当之好用的 你可以在一元钓米分之棍扭上去 你就不用趴在那里推那么辛苦 当然啦 除了Low之外 你也可以去Dollarama 买些便宜的东西 这些工具的东西 都是粗用的 第一个要介绍的 就是这个绿素套装 有一个小小的盒子 给你装着一些油的 然后有两个的 滚轴绿素的 你说实不实用呢 我想都OK的 那些海绵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你 用一次就扔掉没问题的 也挺便宜的 如果你想买得好一些 这个1.75的绿素 短短短 用来打直的deck都挺好的 它的海绵是高质素一点 1.75的绿素 怎么都可以 接着就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这个paint tray 就是给你倒些油在上面的 然后拿个掃在上面 掃回适当的份量 然后去油的 如果你没了它 你都挺疼的 如果你不想着用 刚才介绍的paint painter 你想着用绿素都没问题的 如果你用绿素 就要选这种medium 那就是10mm长度 他就告诉你 这一种是for medium service ideal for ceiling and deck 如果你用一些太幼小 可能你吸的油漆不多 你每次推的时候 可能推不够 如果你是用得太厚的 你推下去的时候 又可能太淋 所以选这种medium 就刚刚好 我之前就买了这个牌子 这个paint painter 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海绵 比较好一些 有两层的海绵 所以吸油性 比较好一些 而且它中间有个机关 就是你推的时候 它会向下凸出来 你那里也会沾到油 游到deck和deck中间的那条 我旧的version 只有一块 就没有海绵 所以 这个新version 11个多 都应该OK的 因为我看过很多网上的资料 知道 如果你想把deck有颜色 这个真的是 一入豪门深刺海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你一stain了这个颜色之后 无论什么情况 过了一年两年 它就会有 脱落的 情况 一脱落的时候 你不再处理它 就很噁心 你处理也不是那么简单 可能你要用 sander 将油漆 全部 散走 它 再游过 即是说 你又不可以再回到 好像原色的 景况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你如果一旦stain了 你永远永远 只可以继续stain 和继续重复 跌入这个轮回里面 那我就不想的 那我就问那里的 Home Depot工作人员 Lowe's的工作人员 他也是 赞成的 就说如果 你的油 你的deck 可以尽量保存到原色多久呢 其实应该是去保存的 因为 这个也是一个 最不好的选择 如果你要stain 所以我就决定 用原色 就这样用一个 普通的woodsealer去做 那我就看到Lowe's这个牌子 Olympic Water Guard这个牌子做特价 32.99 他就比起 其他地方 例如home depot 都便宜2元 所以呢 我就去这里买了 而且我当日想买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 Lowe's 做一个promotion 就是你买100元 他就给你10% 那就是说呢 如果我想买有买成呢 那就不如一次个买了 那刚刚我又有些东西需要在Lowe's那里买 所以呢 连续加上两罐这些油 买了110多元 这样呢 这两罐油呢 他就会分开的 那你就可以去pick up 因为pick up就不用付钱了嘛 那我就去了 士嘉宝那个分店那里做pick up 好了 万事俱备了 我们可以拿完工具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用开的 你看到中间就是 舊式 没有了海绵的 但是我仍然是这样用的 那我不管它中间怎么样呢 总之我当是一个海绵的 就行了 首先 拿1元店 这些 铁通的 上实它 那我就不用弯低 要那么辛苦 因为录影的缘故呢 我就在桌面那里做 那当然啦 如果你在地上那里做呢 就没问题的 但是 如果你在桌面那里做呢 最好铺一些报纸 因为呢 你的油弄了下去 那些 傢俬那里 就很烦的 好了 首先呢 我就摇晕它 我免得有些沉淀物嘛 那奥晕了之后呢 用方法 开了它 咦 倒出来 那么白了 和我心想的完全不同 因为以前我用的 是Thomson的牌子 它倒出来 一个透明油性的 就很对版了 但是这次这个 为什么白了 呢 还那么水稀稀的 喂 我是不是买错东西呀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买错东西的 究竟这一只东西 是不是这样用的呢 还是其实它这一只东西是让你用spray的呢 我相信在它上面写着呢 就说spray也可以 油也可以的 但是效果怎样 真是不知道了 那试一下推一下 一舔下去 哇水稀稀的 已经知道舔了 这些透明的东西 很可能就不是油性的 是水性 加少少油性 在我心目中想 如果油性 就应该是比较耐用的 油性的不好处就是 需要久一点时间 让它吸干的 让它干透的 水性 就很快干透的 好了 首先用一个角落头试一下 一推下去 白色 OK 它遲些会干的 所以没所谓 但是 真的很稀 真的完全和我心想的不同 你看一下 虽然 它也是很容易推 但是 你很明显就觉得 它的水 就很快好像干了 这样 那就完全是和我心想 油性 的保护层 完全不同 究竟它是否效果 我也不清楚 还是很快的 这样就可以查勻了 喂 我看的资料 就是说 一罐 大概填到300平方尺 我现在 看起来 一罐 我游一 double 都还可以 是不是要游几层的呢 我都不知道 不过暂时的效果 我都不知道 好不好 但是怎么都好了 买回来了 开了 怎么都试下用 才行的 如果不是 就浪费了 你看到我推完前面那些 虽然面头一开始有点白色 但是它已经慢慢的浅色了 即是说它干的能力 是相当之强的 很快很干 意思 它会不会是很薄呢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怎么都好 我怎么都将这一格 完整整 游完它才算 白色水瓶瓶 给我的感觉 真的相当之不好 我觉得 应该要稠稠稠才行 我估计呢 这个配方 其实是 给我们用spray 因为如果用spray spray出去 它就需要逆化一点 如果不然会 迫着头的嘛 即是这个配方 其实就 不是那么适合 我们推的 如果我们用来 这样油 我想我们 买错了product 你看到呢 打直这排目 已经油完的了 但是好像没有油过 色窄也是跟没有油的一样颜色 我expect会深色一点 既然买回来了 顶硬上 又买奇缘两格 然后再想想 怎么打算 游完半个deck 看一看 颜色跟没有油过一样 我expect会深色一点 心里面真是打了个突 难道 我又要 重新想过怎么做 想了整晚我都决定 用回以前 对上我用的那枝 Thompson 好一点 我现在选用这枝 Thompson's Water Seal Oil Base Wood Water Prover and Protector 这一枝呢 就是Oil Base 我之前用开 其实比较油性 看上来 比较稳定的 比起刚才我们看到 Olympic那枝 水性 又更加稠一点的 看上来也深色一点 我当日 就在 看到在Kentai 做特价 他特价 在买36 几 而我去Thom 在这 Nose看 他就在做 50 $99 所以 我就拿了那个Flyer 之后 就跟他 做Price Match 不用说Flyer 你用Kentai 那个website 搜索的product 给他看 告诉他 Kentai 仍然这样的价钱 他就会 做个Document 然后 便宜多10% 给你的 所以我当日买 是32.5 已经完成了 今天 我上去他们的website 他们做特价 Lose 做38.24 但是Kentai反而做贵 就是做大概 40多 50 所以 你看看你的时势 好吗 如果好的 做对特价 你也可以买到便宜的 通常油性的油 是用铁罐的 就知道刚才我买的 是胶罐已经知道 它有一个Protector的位置 只要按了那个位置 你就很容易可以开到盖 开盖之后 拔掉这个胶质 你就可以倒出来 给点绿水 就可以了 好 看看倒出来的模样 比起刚才那种来说 比起刚才那种来说 是不是稠一点 看上来似是油多一点 因为它是油性的 颜色上面也不是再是白色 而是似一些油的颜色 所以 我觉得这种 用在这个情况 是比较好一点 我问过Lose的职员 他就说 其实我油完那种 从这种上面都可以 那我就照胆粗粗 试一下 首先呢 把我们打直的 撕下油 你看到油了下去 颜色是深色 少少的 这样才像氧的 如果噴完之后 还是白色 好像之前那样 那种有没有用 我都是怀疑 可能都是有用的 不过 起码给我的感觉 很快就玩完 你看到油上去的时候 它有 深色了 即是说 油的颜色 是有一个coating在上面 我觉得它的保护性 比较好一点 在那些垃圾里 你可以用刷 掃进去里面 因为那些油可以经过你的刷 进去那些垃圾里 就会比较保护得好一点 地板方面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首先呢 我们拿个tray出来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油 倒上去 基本上你倒就不要倒太少 因为这个海绵是要浸过去 让它吸收多一点 所以我们要倒适当高度的分量 刚刚好 浸过了海绵 每一次拿的时候 都可以平均一点 在整块海绵 都会有油 油的方法是相当之简单的 我们首先呢 就可以对对的位置 视乎你油的方向 记住呢 你留一条路给自己走 不要油到自己没路走 有什么油 足够分量的呢 直接推上去 你不需要担心太厚 因为你可以来回推 推散它 因为呢 我这个 油的 APICAN 就中间没有一个垃圾 没有一个新款的 可以摄在里面 所以我就不理了 我照推它平均 然后我再 逐条拉 逐条拉 用一个掃 掃回它 这样就已经搞定了 基本上Apply是相当之简单的 最重要呢 你就不要拆一块 如果你厚了 你就推开它 就已经搞定了 用这个油掃呢 就不需要 很用力的 你只要顺畅地推就行了 你不用死女的 死女的反而会更加伤害 木桶的海绵 游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慢慢天然干 最好起码有一天 就不要有雨水 你就看清楚 天气报告才能做事 你看到呢 我之前用的fueler 虽然是natural的颜色 但是因为我的deck 是seater的颜色 所以始终都有一些东西 你看到的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要你 当你做fueler的时候 不要用那么厚 不要真是 求求其其 乱按大家 一砍砍砍弄下去 真是定点 你在条纳里 填进去就填进去 如果不是 你就会像我的deck 一片一片 不过我觉得 我也收货 因为 始终我这个deck 也有那么少年一 始终那些裂了的 我也是做了 还有我已经买了那只fueler 已经整完了 原来我真的要做到有颜色 就算要做到有颜色 遮瑕了 都是 在三五七年之后 才算 其实这个步骤应该先做了 然后再推 油的 但是我倒转了 没办法 我就等它干了一点 已经差不多干了 的时候 我就用刷 照是油在那些 中间 温柔些刷 希望它填满了所有 也有纳和纳瓷山的 干 干木的位置 就已经OK了 做完左边 我们然后 站在另一边 做右边 補获这些东西 没关系 这个刷呢 我也是一元店买的 Dalarama 两个多三元 好像 相当之好用 比较厚一点 吸油也都很好 做这些油漆 地板油漆的工程 一定要好好计划 想清楚你做哪一格 又有哪条退路可以退 好像我这样 我们就有六大格 在这个deck 基本上我只是 这次做三格 所以我有足够的位置 让我走来走去 当比较一下的时候 上面那幅 就是我刚刚开始 准备油 Thomson 即是只是上了 Olympic这天油 是相当浅色 而且 好像没有料到的 相反 下面的 油完了Thomson 又得笑之后 就深色了很多 还有 看上来有一层 油在上面 是一个保护膜 所以 比我来说 我宁愿要下面这一只 Thomson 好了 油到尾的时候 记住留条路给自己 走入屋 要不然 困住了自己在外面 那就愚蠢了 游完这层 Thomson water seal之后 颜色明显上 深了很多 而且感觉上 保护层是好 一点 所以这只油 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但是这只油 也是clear 即是说 如果你不底 好像保护一片片 你始终 都是看到的 但是始终 细时无完美 始终看上来 OK 就可以了 做人 不要那么执着 虽然这次油笛 还没油完 但是我已经完完整整 把半个deck 搞定了 剩下来的 只是重复做同样的东西 在另一边 就已经搞定了 总结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 挺好的经验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着一个开朗的 心情去做 还有 慢慢去做 不要给自己压力 因为 你一有压力 就很容易出错了 特别是如果 你的年纪不是十多岁 二十多岁的时候 好好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如果不是弄傷了 更加得不常失 如果太阳猛 整假太阳山遮住 慢慢做 都是一个好的提议 我是坑家人 下次有什么 再跟你谈 拜拜 好了 这条片就去到这里了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